所以今天我們開箱來就要直接現場裝起來 一路裝了 天黑裝到天亮 天亮然後又天黑 嗨 各位 我仔熊 今天又是一個讓人非常開心的影片 因為今天又有廠商置入啦 那這次合作廠商是一個 聽說歷史已經非常悠久的 叫做 From Japan 的一個日本代購平台 合作內容呢 也非常的讚 當然就是透過他們這個平台 從日本代購一些東西回來 好 讓我這邊自海開箱 所以呢 這次我就從這個平台上面 代購了一些模型公仔回來 那其實我個人是還蠻喜歡公仔模型這類的東西了 只是 一是我房間還沒有真正的整理好 第二個是如果我買太多模型呢 其實我也會不知道要收在哪裡 因為我雜七雜八的東西真的是很多 不過這次跟廠商合作呢 就是可以明目張膽地買這些公仔回來自海一下 雖然其實我不是模型系YouTuber啦 那這次買模型回來呢 我還會找室友唐唐跟我一起來開箱組裝 然後在組裝的過程中呢 也會邊跟你們介紹 From Japan 這個平台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 這次我們到底買了哪些東西 就這邊 這一箱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從日本空運 因為它有一個期貨中心嘛 所以它有統一包裝 看一下包成是怎麼樣的喔 喔 它包得很仔細耶 中間還有一層 這個 哎呦 買的公仔 一個 兩個 喔 第三個在下面 喔 原來我買的都這麼大箱喔 這兩個是茶泡飯的東西 台場限定 鋼彈一枚 資心喜歡 熊火龍 喬巴機器人 然後我會找唐唐一起來裝 就是唐唐他其實非常喜歡那些公仔模型 不過他有一個很奇怪的點就是 他常常會買模型 大概放了一年 兩年 他還是這個盒子裡面沒有拿出來裝 所以今天我們開箱來就要直接現場裝錢 我們先從感覺比較簡單的開始啦 要給西餒 不用啦 這看起來好像是一次全部都有耶 我之前看的喬巴機器人是一盒一盒一盒裝 應該跟這個不同版本 你挑一隻嗎 剛好是全部裝起來喔 他這個零件不算小吧 哇 好多喔 哈哈哈哈 十包耶 什麼都要天亮 我跟你講 這是什麼 說明書嗎 對啊 會有五隻小喬巴喔 嗯 喔 太開心了吧 如果做好了喬巴機器人可以放哪 桃巴的臉 我的是潛水艇對不對 不是你的是 磚頭 對 他這個罩子其實還蠻酷的 這是天書吧 看不懂耶 趁現在組裝的過程 跟你們簡單介紹一下 From Japan 他是從2004年開始就已經有17年日本代購經驗 而且他上面整合了日本非常多網購商城的商品 你不需要各別到不同的網站去找你想要的東西 而且有許多比如說這種公仔二次元的產品 還有一些潮流服裝飾品 都可以在上面買到 然後有一個很貼心的地方是 他有支援時中語言 包括繁體中文 所以你絕對不會怕看不懂日文 這個是B喔 這個原來是B喔 我一直以為 他這個是13的意思耶 我怎麼記得我小時候玩的玩具 沒有這麼精緻啊 哇 他這個如果缺件 他沒有辦法單支單支買耶 這個超級小片耶 A1的2號 就這邊這個小布拉機 但如果拿來貼貼起來就可以了 唉... 最好是找得出來啦 那超小的耶 白癡喔 哈哈哈哈 所以也不敢對他這麼粗魯了 就這個眼睛這裡 但是他有貼紙 但是他拉開來又有好多數字 我想說什麼意思 他的意思是這邊 然後後面的眼神 全部都可以用 那個沒有得挑表情 嗯...對不到叫 喬巴帽子上面那個貼紙啊 我怎麼覺得你貼得好醜 我有一張沒有貼好 樹豬喬巴 我太高估妳的實力了 怎麼那麼小喔 我以為妳可以一個小時就做完一隻 怎麼可能 結果我們一個小時多 我們只做完四隻小喬巴 還有這麼多 怎麼可能 貼紙啊 哇 看不見了 沒有貼紙啊 哇 這個貼得挺好的耶 看不出來這是啥玩意 完全看不出來 這是啥玩意 太空艙 看 對 事情總是在預料之外啊 我原本一開始設的目標是 開箱完之後一口氣 把喬巴機器人 這個很厲害的 獨角獸的鋼彈一次煮完 但是我發現我太高估自己了 光煮完這兩隻就已經耗掉了兩個小時多 現在的時間也差不多已經是半夜大概四點了 他今天早上大概六點半七點就要起床 因為我們有一個轉播的工作 所以我就叫他先去睡覺了 所以我決定不管再怎麼樣 我自己一個人獨立也要把喬巴機器人煮完 鋼彈就 下次有機會再說 這邊分享一下在商品選購商品的方式 FRONDROPEN他們也有提供能下標拍賣商品的機制 可以直接透過他們的網頁下標 確認好你的商品就可以加入購物車 網站會順便提供你換算成台幣的金額 下標之後等到你買的東西全部都到集貨區之後 你就可以一併祭出 在過程中隨時可以從網站上面看到你產品現在的物流狀況 比如說產品抵達集貨區之後 他還會有一個E-mail通知 然後下標完成之後基本上就是坐等收到產品 哇塞這個要直接在上面貼這個貼紙 難度會不會太高了吧 又一隻搞定了 這隻比較好玩欸吃一隻駝鳥 那這樣子我的戰力士喬巴又多了一個新朋友 現在剩下兩張貼紙還有兩隻 剛剛工作結束了給你們看一下一路裝了 天黑裝到天亮天亮然後又天黑 那這邊總共五隻呢 一隻兩隻 潛水艇 這個我真的是不知道能不能算機器人的 鑽地洞的應該算吐坡鼠吧 有一些他手上會拿道具 那其中有一個是拿武士刀的 可是他的武士刀斷掉了 剪下來的時候就斷掉了 不是我把它折斷 他好像一開始的結構就已經是斷掉了 我們最後再花靶進 把它變成一隻大隻的機器人試試看 哇塞這個真的很帥整組 我這邊其實看了一下他的說明書 他還有很多不一樣的變身版本 比如說像這邊這一種 這個就是另外兩個機器人組合在一起的 每一個機體都可以各自變身成不一樣的東西 哇這個是熊火龍 這是MonsterHunter的 應該是一般賞的A賞吧 哎呦我剛剛還很擔心 如果打開來一樣要組裝 那根本就慘了 就不用耶 熊火龍 這個真的好帥喔 熊火龍耶 基底非常的穩 就是你放在上面之後 基本上一點搖 不太會倒 像喬巴它動一動 它就會抖一抖抖一抖 好像快要滑掉了 但這個不會耶 而且它真的做得還蠻精緻的 我蠻喜歡的 其實還有一些是茶泡飯 類似茶泡飯要用的配件啦 這個 它後面就有寫了 都是茶泡飯適合使用的 這個也是茶泡飯用的 這邊也順便提醒大家 食品類方面呢 如果你要代購的話 你在FROM JAPAN的網頁上面 它會提醒你 有哪些項目是沒有辦法運送到國外 有些項目是不行的 比如說 油炸品啊 食品肉類這種東西 是沒有辦法運輸的 你在選購的時候 那個頁面上面都會提醒 你們可以自己特別去看一下 所以如果你們選好商品之後 想要購買的話 記得要確認一下 上面有沒有跳出一些 比較特殊的符號 提醒你說 這個可能是沒有辦法運送到國外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一些國際運輸啊 不論你是用海運空運 可能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就要稍微有一點耐心 好各位 那這一次的開箱 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今天開箱所有的東西呢 我都是透過FROM JAPAN這個平台 代購回來的 那我這邊個人認為呢 這個平台主要 因為它真的就是 直接幫你從日本的商城下標 訂購東西 然後透過他們運來台灣 所以我覺得他們還蠻適合給一些 如果你要買的是高單價的商品 一是會幫你檢查這個商品的狀況 二是基本上 幾乎是不可能買到盜版的東西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這個平台不會 你下標付了錢之後 就跑路了 就我其實有聽過一些新聞啊 就是關於請人代購 拿了錢就不見了 或是寄來的東西其實是假貨之類 這種狀況在FROM JAPAN這個平台上 就不太會遇到 所以大家如果想從日本的網路商城 訂購、下標、買一些東西的話 可以參考上這個平台 網站的連結 我就會放在下面的詳細說明處 大家可以點進去使用 參考看看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是這些歹雄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2